Hello 各位大家好 今天來教一下如何拆解HPLJP30103015系列 30系列的加熱組 那因為我手頭上沒有機器呢 所以我就開啟 維修手冊給各位看一下 你如果是這個機型的朋友們 那你就可以看這一段影片 那我們如何來拆加熱組呢 因為他HPLJP的維修手冊 都非常非常的詳細 我們來看一下 首先把後蓋打開 他這邊有一個指標 你把後蓋打開 後蓋打開 他後蓋可以 可以整個掀下來 那重點是這邊 他這邊會有一個卡榫 黃色座標這邊會有一個卡榫 你要稍微壓一下 把它抽出來 抽出來之後呢 會像這邊 出現還沒抽出來之前 你還記得 這邊會有兩個螺絲 他這邊有寫 有寫清楚兩個螺絲 你要把它轉下來 各位 HPLJP的螺絲有分粗紋跟細紋的 你要分得很清楚 出紋的部分 大部分就是鎖在塑膠座上面 細紋的部分 一定是鎖在鐵的上面 所以他有出細紋 你稍微看一下 就會非常的明白 那再來 這兩顆螺絲打開之後來 下方這邊 機器下方 哪個機器下方 這裡面 這個地方的下方 這個地方的下方 有兩個塑膠卡扣 左右各一 這邊有很清楚 左右各一我放大一點 放大倍數 他這個很清楚 放大倍數 這邊有兩個灰色的塑膠卡扣 這邊是右邊的 這邊是左邊的 把他摳出來 摳出來之後 往後抽 往後抽之後呢 就可以把他抽 就可以把 把他整個抽出來了 你看一下 他這邊上面的螺絲已經拆掉了 你上面這兩顆螺絲一定要拆掉 然後往後抽 把他抽出來 因為我手上沒有這種機器 所以我都開 那個維修手冊給各位看一下 抽出來之後 他就可以整個拆掉了 整個拆掉 你不用擔心這個會什麼白斷什麼 你要記住 記住 他這個綠色的上頭 這邊有一個小小地方會扣住 會扣住 稍微喬一下 就把他出來了 那我們繼續看下去 來 來 remove the left cover 這個應該是不需要 以前不需要 以前的機器不需要 不要現在的機器不需要 這應該是要開側蓋的部分才需要 這樣子 所以這不是加熱組 加熱組的部分呢 來 繼續看下去 要拆這個地方 下面這一個 這一個黃色的 這一個 這裡 這裡 我儀標指的這邊 這邊有兩個卡扣 要把它拆掉抽出來 我們來看一下 當你把這個黑色的卡扣拆掉之後呢 電源這邊有個灰色的板子 你向右推 把它推出來 把它推出來 把它拆下來 為什麼要向右向下推 為什麼要拆出來 因為這邊 放大 給各位看一下 因為這邊的關係 加熱組的電源 插 在這裡 所以不拆下來的話 你沒有辦法拆 拆加熱組 所以你要把這個 這塊灰色板子拆下來 你才能把加熱組拔下來 然後這個圖解呢 也剛好 有那個下面的 那個黑色的卡扣的部分 它這個算是導指板的部分 你這兩個地方 用一隻螺絲 把它稍微 吐一下 其實用手就可以 如果你有指甲的話 用手的地方 把這兩個稍微摳一下 往上摳一下 就可以抽出來 抽出來之後 你有沒有看到 這邊已經抽掉了 抽出來之後 你有沒有看到 它這邊有三個位置 要請你把 要請你抽掉的 1 跟2 來為什麼 它這邊有卡 它這邊有個塑膠的阻擋線 跳出來的導線 把這一條 把這個加熱組的電源線 把它拔掉 抽出來之後呢 然後呢 就可以把它移出來了 那移出來之前呢 來 先往下看一下 你們看一下 它有4顆螺絲要拆 分別是 加熱組 我們又稱為 Fuse Fuse加熱組 底部孔 有兩個螺絲 這都是小螺絲 上面有2顆 這4顆要把它 卸下來 那我們就可以把它抽下來 抽下來之後呢 來 就這樣子 往後一拉 就拔下來了 這就是一個完整的 把加熱組拔下來的步驟 那把加熱組下來的步驟呢 你就可以換新的加熱組回去 新的加熱組回去之後呢 那再把剛剛的步驟 倒回去一次 那你就可以完整了 至於加熱組的細修呢 通常HP雷射印表機的加熱組 會壞的東西是什麼 上壓皮膜 下壓滾輪 還有 右邊這個 齒輪 加熱組的齒輪 加熱組的齒輪 依機型來看 不一定 通常是 2到4個 加熱組的齒輪 通常是2到4個 有大小顆幾分 再來呢 下壓滾輪的軸套 下壓滾輪的軸套 至於什麼是軸套來 因為這一本 維修手冊 其實不是說這一本 所有的維修手冊都一樣 它不會教你如何加熱組細修 除非我手上有連件 我才能拆給你看 那如果沒有的話呢 你只能整座換 但是呢 HP的每一個手冊最好的地方是 是什麼 它有所有的料號在上面 但是它沒有細部料號 所以你要從大部料號去找細部料號 例如軸套啦 下熱滾筒 或者下熱滾軸 上壓皮膜 加熱桃片 這些東西呢 你都得另外再 你都得另外再找 但是 你有 你如果有手冊的話 要找零件 就會很簡單 例如 你看一下 110的加熱組 110伏特加熱組 來料號就在這邊 RM1-6274-000 CN你可以不用管 因為它的後續料號一定都是CN 那 高壓power supply 高壓supply 它又有分 它有分 雙面模組的 或者單面模組的 它又不一樣 那 雷射頭 雷射scanner 然後 甚至取子輪 分葉片 它這些料號 都是有的 那 這是 所有的 HP的維修手設 最好的地方 Applecent的 還沒有 只有HP的有 好 那 有什麼問題的話 歡迎留言 我看到的話 我會再回覆給各位 拜拜